那下一位分享者歡迎宇晨 大家好我是謝宇晨 那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一件呢 大家這個人生歷程當中都受過影響 和都受過一些困擾的事情 那說不定我分享完以後呢 各位也有興趣有一些參與 或者一起做一些事情 我先自我介紹一下 就是我大概就是跟 因為我也是台下畢業嘛 所以我們的路程都很像 就一直考大家覺得應該要考學校 應該要考的系統 那等我快畢業的時候 我覺得是我覺得 那時候我考讀公管系 我後來覺得 在企業界做得很好的人很多 那我那時候覺得很多事情 需要政府做好一點 現在我還是這麼覺得 那時候覺得 雖然當企業家可以在 別人需要幫助的時候 去給他一些資助 給他一些救援 但是很多事情 等到他需要幫助的時候 已經太遲了 所以政府應該要做那個 讓很多災難不發生的角色 所以我後來就去從事政策研究 去 那我在從事政策研究的時候呢 接觸了很多的面向 後來就後來是覺得 教育是所有政策裡面 我覺得最重要的 就是教育 現在怎麼樣教育 會決定我們20年 30年以後的社會 等我從事一段政策研究之後呢 我後來覺得 很多事情 尚未的人 他們做了很多的分析 很多的規劃 但是很多問題是卡在 家長和學校老師 和學生很多的想法 是 尤其是 當然學生沒有很多想法 家長和老師很多想法 還是20年30年以前的 而很多的事情環境已經改變了 所以我想要做的事情是 如果有這麼多已經改變的事情 我們應該要讓更多人知道 所以我就想要做一個研究型的作家 那經過幾個月的努力呢 我的書剛剛說過 做自己的教育部長 那今天應該理論上發行 那在天下文化出版 得到了 我講一下這個書的內容 大致上這本書要談的就是 現在在這個時代 在這個時空 我們面對學習 可以有了新的思維 現在我們應該要更多的重視 探索和了解 而不只是一味的競爭 那在國中高中 這麼緊湊的時間 我們怎麼了解自己 和了解世界呢 怎麼樣了解適合我們的學習之路呢 那在這個問題之中 老師和家長應該扮演什麼樣的角色呢 這是我這本書在討論的問題 那其實是花了很多精神 希望把這個問題 能夠用很淺白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那滿幸運的這本書是得到了 延長壽先生的推薦 和朱平先生的推薦 那台大的很多的教授 還有我們台大的副校長 和很多教育方面的學者 和老師校長 有給我這本書做很多的背書 那關於這個課題呢 我同時在做一件事情 是我在累積很多的各種學習路徑的經驗 的累積和分析 放在我的部落格上 我的Blog叫做學與業資訊小站 顧名思義呢 他是在討論各種領域 各種產業 從我訪問多半都是已經畢業了 工作三 工作四五年 大概那個 大概那個時間 他們甚至通常都有不錯的表現 我去問他們說 你走你這個專業 你在學習的時候 你為什麼做這個學習的選擇 你學了什麼東西 後來是有用的 學什麼東西 後來你是覺得 你學的方式 或者是學的內容是不對的 什麼東西後來有幫助你 那我把他們的故事 和他們的人生的啟發 各種領域的現況 寫在我的部落格上 呈現給大家 就像剛才這個店主所講的 我們現在大部分人 都只能過一種 一個人生 我們不知道別的人 人生發生什麼事 尤其在學生的時候 我高中 更不知道別的 發生什麼事 所以呢 我希望用這樣子的形式 能夠幫助大家 做更好的選擇 那我之後還去希望把我的這個書 現在的研究內容的幾個部分做更多的探討 包括現在大學各種領域的新的才能的需求 和各種領域的新的教學模式去做一些探討 和技職教育 技職教育 技職教育現在 有各 在社會上應該要有什麼角色 大家應該怎麼看待它 它的新的定位 各種類科的內容是什麼 我希望能夠把這個呈現出來 因為很多的國中生畢業的時候 十五六歲就要做這個選擇 我希望讓他們有多一些的一些資訊 那這個是就是沒有要講 讓大家看一下我在這一段時間所累積的訪談 和一些寫作的一些內容 我現在想要達成的事情是說 大家可以用重新的一個思維去看教育 就像我們用不同的思維看待飲食一樣 以前我們吃粗飽就好了 我們現在要吃的講究要健康 要環保要永續 那我們看待學習也是一樣 以前我們強調的是要文憑 要你勝過別人 要讀得越高越好 現在已經不是只有這樣 還有更多的學習的內容需要被重視 那我希望經過更多的人 學生、家長的、老師的心態的改變 很多事情不是教育政策來做改變 而是大家的選擇改變 那些教得不好的 那些只重視競爭的 那些教學的方法很守舊的 那些學校可以慢慢自己有改變他們的方向 改變他們教學的方式 所以呢 我還在繼續做這個研究 我也想要邀請如果在座的一些學弟妹 願意對這個課題有更多的了解 甚至幫助別人了解 可以加入我現在在做的研究的努力 那我們會繼續訪問各個領域的專家 現在已經可能不是出社會的年輕人 可能是一些企業的領袖 或可能是一些學校的教授這樣子的等級的人 那像譬如今天我才去 Kamon Aveda去做訪問 之後還會去訪問他們一些人 那以後可能會去台藝大 可能會去青大 還有北科大 那現在呢想要小小的邀請各位幫我做一件事 就是呢 就是呢 我是有一個計劃在7月6號 禮拜六呢 辦一個小小的簽書會 為什麼呢 是因為我自從我想要寫書以來 很多的朋友都在問我 什麼時候簽書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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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時候簽書發表會 大家對於有書好像就一定要有新書發表會一樣 都很關心我 人都會問我這個問題 可惜呢 可是呢 但是呢 我問出版社他們是說 嗯 辦這樣的活動呢 成本很高 但是呢 可能不一定有很有宣傳的效益 那 所以我就想 我就自己辦一個 而且我的出版社呢 要聯繫一些報紙 或者是一些媒體來幫我報導 那現在的成果呢 也不太好 那可能是因為就是很多書都在出 那沒有一個事件 沒有一個特殊的事情 出版社就是沒有一個著力點 或者是說報導上比較沒有一個著力點 所以我想要辦一個簽書會 然後做一件事情呢 幫 讓 吸引 媒體的採訪 然後可以讓 我的累積的資源 包括我的 blog 包括我的書 可以讓更多有需要 這個資訊 需要這個想法的人知道 我本來想說 邀請大家 現場可以幫我每個人做一個指賀 然後在上面寫 你對 你希望我們學 現在的教育有更多 更多 需要更多什麼 希望減少什麼 但是 我後來今天下午做指賀的時候 我發現 做指賀真的很難 這場會做指賀的舉手 其實沒有很多 我也沒有時間交代 我只有22秒 所以我現在改成 我邀請大家幫我折一張紙飛機 我有袋子 我等一下發得去 折一張紙飛機 其實在一面上 任何形式都可以 越有創意越好 一面寫 你希望台灣的教育減少什麼 希望台灣的教育增加 另外一面寫 台灣的教育 希望增加什麼 然後 非常感謝如果你願意幫助我的話 我等一下跟各位說 謝謝你 謝謝 謝謝